我一入行, 打算橫掃娛樂圈 一炮如航, 拿三界影帝 我打立也講心態, 有諸內, 刑諸外 就算不可以, 打立講什麼心態 打立講方法 我知道我為何演戲得更厲害 是因為我不接受 我跟其他演員一樣 我很討厭那些經常說自己是演員 然後被弄成了就離開的, 我不行 我想繼續演戲的原因是 我覺得我要對自己有個交代 我要告訴自己, 我是對的 我從小到大都覺得自己可以 電影冰相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ing 你們現在聽的是234頻道 我做什麼?我做中醫 20、30、40 一個沒有既定主題節目 那就是聽什麼呢? 偷女 偷食 淫賤寶集社 奧巴馬 關德興 我說王飛鴻 我說耀美 關什麼事? 說耀芝 Kenny 張錦成 當然是說九叔 那不如說獅子吧 我認識這麼多 說廢話 20、30、40當然是說20 說30 說40 應該不是說這些嗎? 逢星期二, 跟你亂合一通 好, 我們再說多一點 我今天有主題 不是沒有, 不是狗 我真的有主題 因為你去到這個中數 你的主題還未出來 人們以為我們會做三個中 或四個 不是, 我們有的 本身我要說一說 我們這個月鬼節又來了 往年鬼節就是有一年 打電話說鬼鼓 打電話說鬼鼓 是不是? 沒有, 我們上一次是寫的 他們每個都害羞 錄一聲 又害羞 今年我也有些獎品 時間過得很快 我的獎品是在這裡的 在西班牙買回來的獎品 還沒派 不要緊在這裡 可以今年鬼鼓 那些很低能的 所謂的 souvenir可以送給大家 今年是可以打電話來 但由於我們不是做Live 你可以在PM上留下電話給我 我們打電話給我 我們做的時候 我打給你 是可以做到 但如果你留下電話來 但做的時候 打給他就沒有人聽 那就有他了 我有很多個 譬如我今天有十個 我就一直順序打下去 如果打了十個都沒有人聽 那就留下自己說 那就剪掉那些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節目 變成真是一個鬼節目 沒錯 本來那十個人 怎樣 留下電話之後 就沒有了 其實他們 路上有說 就發了一大 可是我們擠著電話的登記 全部都在和合石 低能 滴滴滴滴滴 對呀 就把我留下 滴滴滴滴滴滴 我們那天去尖沙咀吃東西 那件事 嘩 那件事說不定 不如來個熱身先說說那件事 那件事真是恐怖 我怕我們沒時間說今天的主題 尖沙咀,我們吃東西 你忘記了?更恐怖 短片? 他簡直忘記了 在泰國野 在泰國野,不是徐先生那間 不是Kinky的折磨 不是泰醬 那間就好吃 那間尖沙咀的泰國野都不錯 不過是等久了 等久了 我叫他炒過,炒過一般 我們說重點 重點就是我們搭升降機上去 我們上去第一次的時候 那裡是一間日本食物 而旁邊的店鋪我看到 是吉舖來的 等裝修的吉舖 然後他回到樓下 因為我們想找一間日本食物 但不是那間 都按了幾層 連續二、三、四樓都試過 樓下的阿叔說 日本食物只有那一層,二樓 我們再上二樓 就變成泰國野 就變成一間泰國野 那間日本食物都在 但不是開門 只有兩部升降機 兩部升降機這麼近 沒有理由開門看到的東西 完全是兩回事 而且我們第一次開門 簡直好像不像食肆 在訓練公司 是一間公司 那裡明明是二樓 沒錯 我們第一次進去 日本食物去看看有什麼食物 對 燒肉 大熱天時也要吃燒肉 這麼熱 怎麼吃燒肉 那個是多少樓 二樓 那個二樓 那個也是二樓 對 我已經有點混亂了 然後再上二樓 因為樓下看更說 日本食物只有二樓 我們就上二樓 一進去那間日本食物 就不是那間 而本來我們看到的日本旁邊的吉舖 是沒有了 沒有了 這些師傅號稱為二度空間 二度空間 我們就接壞了 我們在旁邊的升降機 搭去另一樓的二樓 我就問那個小姐 其實兩部升降機 是不是有一部不去二樓 變成我們按了一樓三樓五樓那些 其實你按不到那一層 我們進去另一樓就按了二樓 他說沒關係 兩架升降機都能上來 一樣的 都是二樓而已 因為我們第一次上去之後 發現那間日本食物是宵夜的時候 我們回去按了一二三樓看勻 好像是 我記得是看著 看了多少樓的號碼出來 是不知道我們看錯了 但很奇怪 沒有 三個一起看 是 因為完全 開升降機那一刻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是 完全不同的 所以在這樣的時間 大家坐升降機要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有時去到別的地方坐了 就不用怕 還有一些網友說 穩定一點坐下去就可以了 這些鬼鼓要加甜 我搞了 鬼鼓加甜 說難不難 說容易不容易 他們現在這樣跟TVB編審部有什麼分別 如果那些劇就是 這個又加那些 那個又加那些 看到那些就去TVB那些劇 全部鬼鼓 就是這樣 TVB那些全部鬼鼓 他們加過三國戀 三國戀 一定是 還有那些鬼要救多人 當然要 還有一個整間公司 對 愛迴鄉 對 如果我們說鬼鼓加甜 為什麼 譬如我說 那隻鬼很恐怖 你側邊在後面說 哇 很大的波 我每說一句 你側邊說 哇 很大的波 已經很甜了 還未忘人 真的 你可以像往年那樣 寫個故事上來 你騙了給我 我才說完才發出 我們往年說完才發出 你PM給我們 PM給我們 寫也可以 如果你說我喜歡說的 我喜歡直接說的 你留下電話 六聲 或者留下電話都可以 六聲都沒有問題 我和你做到的 你直接給我就可以 PM或者PM234 iPhone很方便 不然你直接PM我都可以 你全部PM我都可以 你不要太多人 而且不要叫我們監獄 因為我們沒有人手會做這些事 如果你的音樂 你自己加起來 盡量自己加起來 你還給我也可以 你還給我 我都幫你做 其實沒有什麼要求 第一就是 如果你的鬼故事親身經歷 麻煩你親身一點 你不要寫到那麼格涉 還有寫到有文有路 還有第二就是 還有不用那麼避忌 寫東西給我們 是的 我們會調節的 但是你要給我們一些位置調節 如果你寫鬼故事 我昨晚看到鬼很害怕 我們沒有辦法發揮下去 是的 如果你的鬼故是作的話 沒有問題的 完全沒有問題的 支持 完全沒有問題 創作 但是麻煩你既然是作的 就作得比較激烈一點 是的 你就不要說 那隻鬼就很恐怖 很難演繹 其實很害怕 我很害怕 我都叫了刑棍夢工場 他們會來一個刑棍 即是他們的節目 是說時裝的鬼故事 因為他們經常出差 刑棍鬼工場 是的 鬼工場 我聽到肥蜂說過一點 是的 也很恐怖 肥蜂那些鬼故事真是恐怖 OK的 連肥蜂那些人都可以 撞鬼 沒錯 真是很恐怖 那隻鬼真的大膽到那麼緊要 我會嚇 嚇肥蜂 你說這隻鬼是激不激情 我這台真的說不完 那再讓我再說一點 不好意思 我待會再說一些正經 一定說到舊就知道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上星期二 就出了一個驚奇飲食 驚奇飲食 我們拍了一個視頻 嘗嘗 徐先生 拍得很彎 其實不是很彎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 是嗎 我覺得其實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比TVB還不錯 家裡TVB還比較生涼 還有我又加多一點 加多減少 你還沒看過一個飲食節目 我們不停地稱讚食物 而且又看不到人家的樣子 這下難度高 當然 這下真的難度高 你可以感受到那些東西 真的好吃 你說到 不是開玩笑 但你又看不到我們吃 真的好吃 因為你經常說 吃東西就沒有東西看 你只有一張照片 怎知道有沒有多好吃 這次就拍了一些菜給你看看 我覺得挺有趣 影法挺新鮮的 而且真的很好吃 我現場吃過 真的很好吃 下次我們拍的時候 可以試一下拍到像鬼片一樣的戲 這麼嚴重? 老闆打了你 那也是 泰國鬼 你扮泰國的節目 我隨便快一點 大家可以去 我們拍到像是 明明有七隻蝦 詹上吃了幾隻 吃了兩隻 數不到 我需要兩隻 Kendy吃了三隻 我吃了五隻 加起來是十隻 明明是七隻 到底是多少隻蝦 我明明像廚房做七隻 為何有十隻 另外三隻是誰來的 怎麼回事 阿森酥說 明明我是帶了那個魚過來的 那魚剛才有飛 被蟹 這是甚麼 這莫過分 根據是真是覺得 你說沒有魚頭可以接受 不知去哪一邊 大家可以去九龍城找徐先生那間泰匠泰國菜 我相信你搭二、三、四個多 不停留一趟 應該會送芒果糯米池給你 我是想跟你說 是吃芒果糯米飯那隻羹給你 我正想跟你說 你去吃東西記得在我們這裡介紹 聽了節目 嘩,真的很興奮 再給20元貼士 如果是真的,你覺得不好吃 我跟Eugen也試過 是真的好吃的 打完你就可以了 我是說打完我 打完我 我是說你們試過好吃 打完就打完我 如果你吃了之後覺得不好吃 你夠膽過來打完Candy 是 夠膽過來打他 我未必會幫拖 不需要我們捉住Candy 捉住Candy 都包你不敢打下去 你兩個說完很興奮 你看Candy 真的發來發去那一刻 你怎麼說 光顧一下,好吃的 會不會就是紋身那個 哈哈哈哈 一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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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完了 菊菇,令我想起,菊菇很久了 就是上一次就說,你記得嗎? 菊菇真的很久沒聽,他說了有什麼分別 我一直都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跟柯華田那些,其實都是一樣跟那些凍朱古力 菊菇就令我想起很多茶餐廳 因為小時候,這陣子也有菊精 小時候就跟媽媽,媽媽就不喜歡吃 我媽媽不喝西茶,你們父母喜歡喝西茶? 何謂西茶呢? 不是,以前是這麼分的 茶餐廳那些就是西茶 以前是這麼分的,他們喜歡喝茶 我媽媽是習慣的 他們有分的,叫糖茶、西茶、酒樓 但小孩子當然喜歡吃西茶 有西多士,喝杯飲料 小孩子,我自己很討厭喝茶 因為他一喝茶就喝了兩小時 不知為何 他們很耐心喝,又不是看報紙 吹水嘛 跟旁邊的桌子也吹一下 喝很春耐,他們喝了兩小時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那些網台不放在茶樓開呢? 如果網台放在茶樓開呢 我想一天可以做到七十多個小時節目 不是的,但現在那些咪高峰 還沒有完全隔到Killing Clang的聲音 不怕的,直接旁邊的桌子繼續說 一起說吧 很吵 茶樓真的很吵 你要多少支咪高峰 要派全部咪高峰 茶樓真的吵得爆炸 茶樓真的真的吵 茶樓有機會找專人再說 但我不喜歡,小時候很討厭喝茶 時間長,食物又熱,每樣都熱 小朋友很喜歡喝冬飲料 每個年代的小朋友都喜歡喝冬飲料 我就是說小朋友喜歡喝冬飲料 因為小朋友不知道冬飲料要加兩元 那時候沒那麼厲害 那時候也加五毛錢 五毛錢而已,冬飲料加五毛錢而已 總理有通脹而已 還是要加 加就可以加的 冰買的 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 為何加冰要加兩元呢 冰在香港是要買的 冰是要買的 冰都不便宜的 但其實西茶喝東西 我在慈雲山 以前在我朋友住在慈雲山 那裡有一間茶餐廳 不久而已 十年前左右 就喝了一間東西 他那個老闆很會做 喝了凍檸茶 熟的又不是很熟 他就是做街坊生意 喝了凍檸茶 夠不夠飲料? 飯夠不夠? 不夠飲料? 凍檸茶 飲料不夠? 不夠,再倒些給你 加點茶而已 真的很重要 有時生意就是這樣 真的 泰匠、徐先生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有客的 他加了檸檬葉 蝦那裡 飲料 凍飲料加給你 濕檸檬葉 濕檸檬葉 那個什麼 泡茶 沖出來 都是水喉水 泡出來而已 你喝多少杯 你喝 我放給你喝 你喝多少杯 十杯 二十杯 我喝夠你喝 喝到你糖尿病 糟糕 當然 老闆是不會這樣遷就人 以前茶餐廳的味道比較重 味道比較分明 不是太重 你發覺乾炒牛河 和星洲炒米 味道真的差很遠 但現在茶餐廳不是 可能和一個鍋子 免費洗 你吃乾炒牛河 吃了星洲炒米的味道 都是用那個鍋子炒 都是那個鍋子炒 真的 牛河都是黃色的 因為其實沒有的 譬如說到江山牛河 星洲炒米 其實已經算是第二代 第三代的茶餐廳 是的 我記得我幾歲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茶餐廳 其實那些茶檔 應該是茶檔 茶檔的時候 就在街市裡面的位置 上樓那些 那時候也沒有很多茶餐廳 那些是三文治漢的底 那些茶檔三文治漢的底 吃通粉、麵等 因為那時候 還沒有一個正式的茶餐廳 因為那時候 譬如好一點的 就變成是西餐廳 就去吃鋸雞 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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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雞拌勢 聖誕時 很想去吃兒童餐的西餐廳 我記得是去到中學的時候 開始兩樣東西 開始合起來 因為要回去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美國投入原子彈 港島長期之後 香港就有西餐廳出現 沒錯 因為以前 香港外的西餐廳 有一種東西吃 我很喜歡吃 很懷念 就是這個鹹牛包 鹹牛肉 我也很喜歡吃鹹牛 其實是鹹牛加蛋字 我們小時候媽媽說 帶你們去吃鹹牛包 我不喜歡 我以為是叉燒包那類 又是中茶 我不喜歡吃包 我要西多士 鹹牛包 一拿出鹹牛包 其實就是兩塊三文字 是 不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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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漢底不好吃 我漢底不好吃 我喜歡鹹牛包 鹹牛包不要漢底 那塊麵包夠軟 就像剛才那樣包著手指 是 類似 那一隻 因為你要用包的淡味 就是中和鹹牛的鹹味 到底西味是甚麼 變成白麵包 突然變得很好吃 對 自此之後 很喜歡吃鹹牛 因為那時候的鹹牛包 因為麵包少少甜 鹹牛是厚身的 不像現在的 茶刀 薄到 魚鯉薄冰 魚鯉薄冰 以前的鹹牛肉 如之前所說的 就是鋪上去 現在那些 是滑上去 滑上去 你明白嗎 你明白我的分別嗎 完全可以理解 我告訴你 那時候在灣仔有一檔 其實就是在天樂里口 現在撿了 那檔是街邊檔 它那個鹹牛字 我覺得是香港開埠以來 自從美軍丟掉了原子彈 我講到長期之後 最好吃 因為它那隻蛋 它不是全熟 它的網 是有一點點 流在鹹牛 再滲到麵包 麵包軟滑的 再將它墊上來 再墊上去 最上層的蛋 你一咬下去 啪一聲 嘩 你可以形容到嗎 那女兒的西味 哈哈 出來了 但現在你是沒辦法吃 大哥 那要加鹹 還有那時候 如果你是打包 即是外賣的話 它只會用一個紙袋 紙袋 那個紙袋還是那些牛皮紙的袋 是的 我綁牛皮紙 油是 而且它也可以包書 是的 油是滲出來的 如果你把紙袋捲兩東西 然後再 不是 我婆婆不是 波 不是 捲兩東西再忍一會才吃 它的紙味滲到麵包裡 是的 紙袋味 那個麵包是不可以烘的 因為那個麵包不烘底 是甚麼味都會滲下去 西味都會滲下去 嘩 那個味覺豐富到你不順 是不順 嘩 嘩 嘩 正到不得了 我是會跟那女兒說 如果那女兒不烘底 不知道會是甚麼味 然後再長大後 發覺另一種極品 就是西多士 我們下節回來說一說 西多士 小姐有沒有會員卡 有啊 來吧 今天有七節了 等等 哎呀 糟了 我沒有戴 要不然 你問問有沒有人來幫你 那個肥叔叔挺帥的 你看看他 叔叔你看那隻薯片 好像很好吃 這樣 叔叔甚麼叔 叫錯 靚仔哥哥 你在看那隻薯片 好像很好吃 咦 是嗎 小姐 是呀 這隻很好吃嗎 是呀 我吃過了 我也想吃 不是 我意思是想吃薯片 是 他旁邊的朱古力也很好吃 是呀 那你自己不買 其實我選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一起付錢 喂 老婆老婆 蛤 你蓋旁邊的七五九雲吞麵 當作吃雲吞麵 哎呀 臭老婆我還沒選完 你先選擇吧 我幫你選擇吧 你先去吃麵 快點 好吧 我們慢慢選吧 小姐 好啊 好啊 你還有甚麼想吃 我想吃 當然 差不多了 我已經買夠了 怎樣了 有沒有完卡沒有 有了 哎呀 二三四的卡面挺漂亮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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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買了一些我還給你 不如這樣吧 你給我電話 下次你再來買東西的時候 你告訴我 那你就不怕 沒有那張卡 沒有得便宜一點 嗯 好吧 給你電話好 好啊 來 謝謝小姐 咦 七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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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為甚麼九個字呢 阿筍? 這女人呢? 走了嗎? 人中了無線 阿時報了東西看 我是姜浩文 你在聽的是234頻道 我在做甚麼? 還要問嗎? 當然是明星 20、30、40 一個沒有既定主題的節目 那即是聽甚麼 聽些舊的東西 你又說說節目名字 甚麼?聽些舊的東西 你哥… 二十、三十、四十 一個沒有既定主題的節目 那即是聽甚麼 為甚麼你很像 這樣他就說笑一點 你丟了我 丟了你 二十、三十、四十 一個沒有既定主題的節目 那即是聽甚麼 文學 打飛機 救夜 鹹魚 考試 便宜 偷食 賭錢 說成龍 對不起 不好意思 Jerky Chan現在不夠我打的 告訴你 是嗎 他問說以前我不夠他打 現在他不夠我打的 我肯定 你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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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十幾歲打不贏 我幾歲 阿伯 我很想看 我很想看 我即使停止我講的話 你們全聯報又說廢話 二十、三十、四十 當然是說二十 說三十 說四十 不是說這些嗎 應該 謝謝 逢星期二跟你亂合一同 我發覺我們幾個咪口沒甚麼說 我覺得很寧直 很醞釀 還有不知道你何時開 你不聽聽聽風 我就知道 戴聽風是很重要的 我不喜歡戴聽風 不喜歡戴的 做一個專業人士 我覺得戴聽風都是低等的人 是嗎 是嗎 不是說西多士 說西多士 全廣播到的人都扔出來了 是嗎 西多士有甚麼要說 不如讓我先說一點 要說一些歷史冷徑 你可以坐過這條線 你覺得舒服嗎 那條線有扔著你的耳朵 他想接近你 不關事 我覺得戴咪口有條線 我又不是女兒 很低等的人才戴咪口有條線 有甚麼不低等的 你說甚麼 西多士的劇 二戰 二戰 不是二戰 茶餐廳的前身就是冰室 但其實我樓下也有一間冰室 有 現在撿了換了臭 然後它由冰室變成茶記 之前都是比較貴的 最初是一些貴東西來的 冰室那些 是給西人去光顧的 唐人比較窄 冰室最主要吃甚麼呢 菠蘿冰 都是紅豆冰 菠蘿冰 雜國冰 我想都很厚 沒有回答地滿之前很難 是呀 我也覺得是 主力是菠蘿冰 但是菠蘿冰是很甜的 菠蘿冰 紅豆冰 咖啡奶茶 多士 都是這些 有些是焗麵包 有菠蘿冰 有蛋撻 以前是吸汁的 沒有吸汁的 大致上 有什麼 沒有 二戰 很偷棄 還有一個是1946年中環的蘭香角茶餐廳 這間真的要說 來來來 這間真的多人報 蘭香園蘭香角 它現在還有 有 現在還有 它現在想做大 最古老的茶餐廳 在順德那裡有一間蘭香園 吃這個 例如是雞扒 公仔 順德在哪裡 順德就是坐在澳門玩夜龍 我們的聽眾 很多都是本土香港人 不是自由行 他們都應該知道順德在哪裡 我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夜龍 夜龍 我想他們知道 子龍 夜龍那些 不知道 即是晚上過大海 再說當然不是 是嗎 為什麼 包隧道 可以繼續 他這個雞扒 拌丁 是他很多蔥油汁 蔥油的 是好吃的 但是真的貴 那碟小小的收你四五十 真是貴 還有很多人 看到很多人 哇 多人到你想爆的 那你就算是中環的舊鋪 即是史丹利街那邊 那裡也很多人 那為什麼茶餐廳 就是遍布全香港各地 茶餐廳 就是香港最貴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 維基怎麼說 維基 就是 自己上網看 廣告速度 快一點也不用看 我讀給你聽 快的 茶餐廳真的是快的 茶餐廳當然快的 喝茶 我媽的喝茶 真是以前年輕人 ABC餐廳 沖30壺茶 倒了 我想正在那補理 還在一邊探望那補理 那補理的茶葉 沖了九年前 還在沖 沖了淡了 還喝 茶餐廳就快 很漂亮 不同階層的人 他便宜了 後來便宜了 那些時間又彈性 喝茶不是的 酒樓就不是的 茶餐廳就彈性很多 總之就一字記之約 快、漂亮、正 幾樣東西 那 老伙有要說 他們通常的設計 廚房距離的 整個地區 計算過數 而且他們的出法是很短的 不同的餐廳要裝遮遮掩掩掩 少了那些東西 我明白你的意思 再加上水吧便宜在前面 所以你喝東西一定是最快的 因為茶記基本上 還有是不加一 以前的冰室加大排檔的混合體 都可以 冰室加大排檔的混合體 它有冰室那隻西野 也有大排檔的那隻骯髒東西 兩樣混合 茶記真的很骯髒 茶餐廳是極度骯髒 很多人都說 在香港有那麼多茶餐廳 怎麼搞 那這樣不行 其實是一樣的 在外國你看到很多吃雞蛋糕 漢堡包 供養了很多老鼠 為什麼呢 因為快 沒錯 你買個豆乳 它有齊在這裡 一付錢就有 你香港做個西多士 真的你叫個西多士 轉頭的給你 快到不得了 你不要問它 為什麼西多士這麼快 那就是快 但以前我們那年代 很多年前吃的西多士 是高級食物 西多士真的很好吃 真的高級食物 一叫西多士 媽媽罵 大劇 法蘭西多士是否真的是法國發明的 當然不是 你去法國吃不到這個東西 你去法國找個西多士 它真是 射辣文 它是叫法蘭西 法蘭西多士 因為是香港食物 那時候是冰室給那些鬼佬 那些鬼佬又看到 挺有趣的 在哪裏 夾了這些東西 挺有趣的吃 那些香港人 唐人看到那些鬼佬不斷吃 那些鬼佬是哪裡來的 法蘭西 你這麼喜歡吃 當然是法蘭西多士 其實是香港食物 你在法蘭西真的找不到 你猜會不會有人不知道 法蘭西多士是怎樣做的 即是那個組成 組成現在很複雜 裡面又要塗朱古力 怎樣用普通那隻 普通那隻就是 我也忘記了 蘸雞蛋 蘸雞蛋 放下去炸 但那個炸法是不同的 你家裡炸不到的 我今早自己炸不到 你那些是煎 我就是蘸蛋煎 就像蛋餅一樣 因為你不捨得 放整個鞋子油去炸 你炸兩塊麵包 放整個鞋子油 給你老婆離婚 你是不是需要三十多四十元 瓶子油 你煮兩塊麵包 煮兩塊麵包 所以這些人 就是蘸下去炸 一定要出去才能吃到 最重要其實就是 因為現在為什麼 這些西多士 直接是垃圾不如 因為它不會是即炸 沒錯 全部都炸在這裡 所以就會有一點 益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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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夠牛油 放下去 吳曉蓉 吳曉蓉 吳曉蓉不是人名 是一個 吳曉蓉 你說吳曉蓉 我近期我媽媽說 有什麼不曉冬 不是啊 我媽媽突然走到那間房間 哇 現在的東西 真的不可以吃的 然後我也在聽東西 什麼東西啊 原來她真的跟我說 我公司每個星期有派生果 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一派生果給我來吃 有一個梨 放了一個月 在我的飯廳那裡 有張玻璃桌 很漂亮 通常有一個飯廳的玻璃桌上會放一些生果 讓大家可以走過來吃一下生果 或者我工人行過吃一下生果 那個梨 黃色那些 放了超過一個月 沒有變 沒有容 沒有難 什麼都沒有 很誇張 我告訴你 我公司 在我房門外面有個同事 國內人 我的年輕人 他很少在公司 一年在公司幾天 九個月前 九個月前 我記得去年11月的時候 我放了一個蘋果 我給了一個青蘋果 他放在桌面上 那個青蘋果在桌面上的位置 放了九個月 九個月 都沒有變過 沒有變過 接著 我跟阿芬不懂 我跟阿芬不懂 說那個蘋果究竟 是真的還是假的 會碰一碰會爆炸的 然後我碰它沒有爆炸 聞下去 還有蘋果味 我沒有吃下去 不敢吃 九個月了 即是很恐怖 他們這些可能是染防腐劑 可能是 放在這裡完全不變 真的沒有變過 即是菊熟 多數都有 但防腐也要防到這樣 就很恐怖 那個根本不是蘋果 那個根本是防腐劑 蘋果味防腐劑 正常放在這裡會壞 那些生果撕下來 放在這裡一個月也沒有壞 是的 我那個蘋果紙是皮的青色 沒有那麼光滑 其他東西沒有變過 真的很誇張 很誇張 九個月 但是不是你公司 保持著開冷氣很冷 有一些 但是我們七點鐘都是關掉 七點鐘都是關掉 天天都是關掉 那應該會壞 應該會變成 正常應該會變成 正常應該會變成 我們先回來 讓你兩個 不曉得融 因為那些牛油 不曉得融在西多士 你會強行去敏停 然後再強行倒熱糖漿 整件事都壞了 因為你不是馬上炸 那些熱度沒有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吃 在天樂里口 有一間廣東大酒樓 廣東大酒樓下面 有一間很多人的茶餐廳 為什麼這麼多人呢 因為很多裝修佬 地盤都很好吃 那個西多士 我可以告訴你 就算不是一樓 都是一等 因為它的西多士 它簡直可以看著廚房出來 然後整塊牛油 鋪在面上 一聲融化 然後你倒一些糖漿 那塊西多士好像無底心痰 又吃了它 一直是這樣吸 真的要說熱的 我都覺得 很厲害 然後你再切開它 因為現在你吃西多士 很多人很喜歡切得很細粒 九宮格 一二三 你至少要切九粒 十二九 但是其實現在西多士 我覺得你至少要四四一十六 是 因為你要自己騙自己 你要不斷蘸東西 沒錯 但是那時候 你是切四楷 是的 四楷 因為裡面的糖漿 牛油 都溶掉下去 你切得太細粒 不要吃 你四楷最好吃 月餅 像茶餐廳一樣 讓你們猜一下 有什麼套餐 現在 現在一定有個麵 套餐就一定有常餐 那常餐是什麼呢 常餐就是早餐的東西 對 你們以前有沒有吃這個茶餐廳 吃這個營養餐 有 營養餐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營養餐一定要有 就是麥皮 還有奶 麥皮和奶 所以就這樣自欺欺人 就覺得這樣很有營養 就是每個人覺得有吃麥皮 就一定是營養 因為麥皮和伯伯的公仔 放些營養丸在那裡 像鯊魚丸一樣 因為以前的小朋友 我們覺得喝牛奶 是很健康的 喝鮮奶是營養健康的 麥皮也是 是的 所以那時候就算 在麥皮和鮮奶上升之前 他給你什麼高膽固醇 你發覺你吃了這兩樣東西之後 解毒了 沒事 但是原來發覺 我去年遇到發哥在豆漿舖 周遜發 他跟我說 其實 你不要留意那些貴人 那些胖子大隻 他說不要吃那麼多麥的東西 是啊 不要吃那麼多麥的東西 他說那些麥很難分解到 其實他的麵包也不需要人家吃那麼多麵包 不厲害 是啊 蜜皮是吸你的膽固醇 是啊 問題就是 他吸完膽固醇 他去哪裡呢 是啊 沒有走到 除非你吸多少 你又回家了多少 如果不是的話 你自己問問自己 那兒子會不會跟他 找出一些麥皮 沒有 我發覺 你現在這麼瘦 是不是沒有吃麵包太久 沒有吃太久 這些東西 是啊 所以現在麥皮的營養早餐 就是慢慢滑 那健康餐和營養餐有什麼分別呢 健康餐 應該是那個 你之前有個腸蛋的話 他會加一片蕃茄 是 近了 近了 這個健康餐是嗎 近了 你剛才說健康餐和營養餐有什麼分別呢 營養餐就 有鮮奶 有鮮奶 有鴨皮 健康 健康有什麼特別呢 有一個蕃茄 有一個蕃茄像 像 青瓜 鵪裂 差不多 像 蕃茄青瓜 鵪裂 健康餐的意思是有些果汁、沙律 對呀 雖然果汁、沙律 哈哈 其實這個最不健康 沙律醬很肥 那些沙律醬簡直是自欺欺人的 一下子放進去 最健康是沙律 那些沙律 如果你說這個沙律 因為餐搭舊沙律 不得不說我公司旁邊有一間茶餐 叫金島 嗯 我們好像沒吃過 你還沒吃過 很小的 這個下午茶餐有個吉列豬扒沙律 吉列也是很緊 在一個茶餐廳來說 你有沒有黑 吉列就看到 吉列 吉列豬扒很好吃 它的沙律很認真 因為它是蘋果 它是生切蘋果 水蜜桃 真的是水蜜桃 不是刀一 不是那些 沙律醬 它是不太多 至於現在你吃在茶餐廳 那些沙律醬是比沙律醬多 是 你真的整口 七吞蒸 那些沙律醬 聞一聞 那說一下吉列 以前我們小時候很喜歡吃吉列魚柳 炸魚是很棒的 吉列魚柳 因為吉列魚柳 我會堅持一件事 在家裡吃不到 我們就會出街吃 例如西多士就是 我媽媽很喜歡做西多士 做西多士 出街吃這麼貴 就是張Sir已經做的 蛋餅 蛋餅 不是那些 不是港味 如果自己製 有時加蛋 加煉奶 拌勻 可以做不到別人 你家裡 反而你媽媽有心機 或者有家底 都會做吉列豬扒給你 為什麼呢 豬扒去蘸粉 但是吉列魚柳 在傳統意志大戰 日本扒掉 長期之後 你想想中國人怎樣吃魚 他一定要買魚蒸 或魚煎 他不會買魚出來 起了肉 然後吉列 豬扒可以 所以吉列魚柳 在茶餐廳的餐是特別貴 一吃就被媽媽罵 這麼細快 因為吉列魚柳特別小快 太熟了 這麼小快 貴幾元 一個死仔 吃牛扒 所以很喜歡吃吉列魚柳 也是 最後是鐵板餐 這個又是 我覺得茶餐廳 其中一個 我覺得有點茅 這個其實不屬於茶餐廳 鐵板餐 它是西餐廳的 有些茶餐廳是有的 基本上現在很多茶餐廳 就已經中式飯又叫 黑飯又多 是 什麼東西都有 現在什麼東西都有 但是鐵板餐也有 壽司也就是有的 鐵板餐也是很難吃的 我覺得是那些 鐵板不能吃的 不是快板 那餐 他說上面那些 即是他那種 他那種 球冷奇那塊 所謂的牛扒 那塊很明顯就是牛肉 不是牛扒 這樣困糕我 然後那些豬扒 然後弄一條腸子都敢死 當作是鐵板餐的一部分 他們都學大家樂 再來就連煙肉火腿都敢死 你說鐵板餐 一定要說到波士頓 我們那時候導演的學院 我們經常都去 我現在有時候都去 那時候做學生 手頭鬆動就上去 因為以前我小時候 有個親戚 每次到聖誕節都帶我去 吃波士頓鐵板餐 很開心 簡直好像去富林吃飯一樣 有龍蝦 因為是餵了一下 然後你又要裝很害怕 很害怕 然後大人就說 你用餐巾圍著自己 波士頓也很害怕 因為波士頓那塊牛扒 是比較軟一點 因為用肉粉醃過 弄得很軟 所以鋸起來是比較容易鋸 如果你比起鴻屋餐廳 銅鑼灣紅屋餐廳 紅屋餐廳也有些味道 也是鐵板的 但是它沒有拿過牛 它比較難鋸 以前用刀和刀 用那些粉 那些 那些 那些醃肉的粉 那些 淋淋的 因為以前用刀叉 我們以前的上一輩 老人家不懂得用刀叉 真的不熟悉 你不可以吃鐵板拿筷子 容忍了一筷子 在紅屋我真的看到幾次 那些婆婆在紅屋 在紅屋 因為他們不懂得鋸叉 對 他們不懂鋸叉 就是鋸不住鋸肉 對 他們好像殺人兇手一樣 對 然後用了大力 直插90度直插老鋸 其實想殺死他老公 整塊牛扒就飛到鋸桌上 因為用刀叉要用45度角 插著牛肉才能夠力 但波士頓尤其是那種 是什麽免翁牛扒 我不要問我免翁是什麽 我真的不知道是免翁 有機會我們訪問一下 那你那把刀可以拿到那塊肉 一放下去 就像棉花糖一樣 放下去 放那些粉 你即是怎樣切都可以 放一多 如果肉的內貨是漂亮的話 都是會這樣 都是 你那些A1模糊 你那些大家放那些不行 大家放那些很有食 大家放那些牛是很肯定的 成就很硬 經常放那塊板 如果大家放那塊鐵板 那塊牛是一隻女性的牛的話 我可以說 牛妹 你的波真的很硬 那塊東西很堅定 一彎都很堅定 波士頓我經常去 以前不喜歡喝過羅宋湯 為什麽 我以前覺得羅宋湯是很奇怪的東西 茶餐廳 我小時候都是現在就開始去喝 現在就喝 主力都是喝白湯 對 以前一定有忌廉湯 加少許胡椒粉 忌廉湯好像比較年輕一點 其實茶餐廳有羅宋湯是挺茅的 沒有關係的 他不管了 都說茶餐廳的發展 其實他一直代表中香港人 你有啊 我也有 羅宋湯從哪裏來呢 羅宋湯是俄羅斯來的 俄羅斯的羅宋湯 就不同香港的羅宋湯 做法是一樣 你看到的一樣 但完全不同味道 真的完全不同味道 俄羅斯的羅宋湯是淡身的 香港的羅宋湯有這麼濃 他不能放咖喱 只是放進去給你看 所以說 波士茶餐廳到最後 他又會送一杯雪糕 波士也不算茶餐廳 西茶餐廳 現在變成西茶餐廳 西茶餐廳 我們去的時候是西茶餐廳 以前是做晚餐為主 現在下午茶也做了 抹茶也做了 不行了 受不了 每個茶餐廳都做鐵板 每個都是這樣做 他是屬於 比較固執的西茶餐廳 他是屬於 死都不撿的西茶餐廳 死都不撿 這麼多年都沒有撿 他撿了 他在樓下開過一檔 然後撿了 茶餐廳的鐵板 我覺得他是不敢洗的 就是求求其 洗得不正的 因為你用刀戒下去 咦? 很多波浪 哈哈 就是你敏灰 有些灰灰 敏得不漂亮 你很難洗的 大人都要洗的 吃到口 所以他不懂 他就不要搞鐵板 也是 但是他就夠搞 我覺得茶餐廳 剛才你說 一吃了哪些 譬如他剛才說 乾燥牛殼 或者西多士 看看是否認真去做 那些才是他的代表作 對 沙爹牛肉麵 沙爹牛肉麵 你一吃就知道茶餐廳是否可以 那種沙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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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沙爹牛肉麵 沙爹牛肉麵來說 翠華確實是比較有黑 他還能保持舊式的味道 因為他堅持的菜餐廳和我一樣 堅持的菜餐廳是簡單的 他的早餐ABC我唸得出的 這麼多年沒變過 茶餐廳都是適合 我自己覺得都是適合 如你所說 張Sir所說 做一些比較精靈的事 我有幾種忍受 我有主力搞那些 那就易執了 歪硬 不是啊 改的了 你走了澳牛那些就易掃了 你走一件地盤佬進去 聖州茶餐廳有沒有 你沒有答案 梁瓜火腩 沒有啊 梁瓜火腩也沒有 那你就死得了 你看看有什麼區域 都是 那時候有一間茶餐廳 現在做得挺好的 康華 開頭開第一間 康華就是翠華那邊的親戚 對 開頭是被人擄點的 看著 給行家擄點 去那間康華第一間 在灣仔 晚上就專門做的士路 宵夜的士路 教他 不要那麼大碟 現在他們流行瘦身 小小盤 一格格 有些沙拉 飯一格 一筆仔 那些菜是一筆仔 混合 接著的士路不喜歡 喜歡的士路要什麼呢 大大碟 汁淋滿它 女兒都喜歡大大碟 哈哈 很厲害 接著你 是要跟一堆下去 那些叫汁液的東西流下去 兒子都喜歡 再分出來 對 再分出來 對 好像 一口飯一口汁 我覺得茶餐廳最沒有客人 沒有人再做到一件事就是咖喱 都是 現在咖喱是螢光 螢光咖喱 螢光豬扒飯就是咖喱豬扒飯 真的 茶餐廳是這麼說的 螢光 七路桌要什麼?螢光豬啊 快點我叫你 你講到咖喱的豬扒或咖喱牛扒 不得不提有一間 就是這個灣仔的春央街 對面有個垃圾房 側邊有一間 我不知道撿了不就好像撿了 好吃 那個咖喱豬扒 簡直是一流中的一流 街市是不是 街市側邊 因為它是起貼街 側邊 沒有起貼街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很好吃 因為它的豬不是硬 它的咖喱瘋是咖喱 不是螢光味 都是簡單的 有沒有蝦 做東西吃 其中一樣都是講到蝦 其實你說到蝦了 一杯檸檬茶 是的 你也知道 我一喝就知道 那間店有沒有行不行了 所以你全部酒甜 快點吃 哈哈哈哈 我酒甜就去試檸檬味 還有茶膽味 現在的檸檬茶 根本茶膽是完全不行的 那個茶膽 前桌 我經常吃了很多東西 你們都知道茶餐廳的飲食也有 哈哈哈哈 你前桌就在這裡搞定 送的質素就放在這裡 沒錯 但你的後面是更加重要的 清潔呢 其實剛才剛才說的 其實茶餐廳也好 茶樓也好 其實是不可以做沙窩的 沙窩的鍋 因為沙窩的鍋是不可以用洗潔精洗的 沒錯 沙窩本身叫做沙窩 英文就叫做沙窩 因為它是一個沙窩 所以它是沙窩 明白 沙窩的意思就是說 它裡面有很多粒粒的東西 眼睛看不到的粒子 如果你用洗潔精 在物理學上有什麼用 在物理學上 洗潔精就會滲進去 這個是化學 這個是物理學 化學嘛 洗潔精是化學的東西 是化學的東西 應用在物理學上 因為滲進去的東西是物理的 沒錯 哈哈哈哈 很笨高啊 哈哈哈哈 你滲進去之後 那些洗潔精的積 很難會走出來 很難會走出來 你要長年內月用水去沖它才行 所以這些茶樓用沙窩 吃完之後用洗潔精 那些洗潔精的積 就一直在裡面 你沙窩做些飯去蒸 就有洗潔精 很多泡酒出來 是呀 就會有洗潔精 即是你們留意到 譬如好一點的茶餐廳 他們做煲仔飯在冬天的時候 他們就不用洗潔精 他們只有一大桶熱水 一大桶熱水 找一刀刮了那些積 就這樣放下去 就是這樣 所以你是不可以清洗得太重要 所以你們都是這樣說 去到茶餐廳有什麼沙窩 什麼什麼 不好吃 一定有洗潔精 但當然你可以這樣說 洗潔精是吃得下肚子 現在很多洗潔精都吃得下肚子 全水都喝得下肚子 對 所以你喝些洗潔精 又有河上肝 蠢一點而已 蠢一點有什麼所謂的 第二樣的清潔就是 本身的器皿清潔 因為你要知道 茶餐廳基本上不夠人手 都是打井 所以清潔基本上就是沒有清潔的 你知道什麼是打井 水長流 不是 我通常去酒吧喝酒都是自己抹杯的 那些人洗的怎麼洗都打井 你知道怎樣打井嗎 那些人放下去打井 在井上拿個桶去裝水 就是這樣就當成了 但其實香港人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我想是全世界唯一 就是去到茶餐廳去茶樓也好 用茶倒下去 喝洗 洗杯 不要自己欺人了 是沒用的 我也覺得是沒用的 第一 茶又不是100度 絕對不會100度 只有30度左右 你是洗不到什麼出養 除非你帶著洗潔精進去 自己洗 所以你不用騙別人 反正是髒的 你就吃下肚子 反正要怎樣都吃下肚子 你不要做多重工夫給自己 也是那句 完水你們都沒所謂 有什麼所謂 茶餐廳如果你要吃的話 在家附近的茶餐廳吃 因為你隨時要去吃飯 那倒是 如果你一去吃飯 有沒有茶餐廳去吃飯 嘩 嘩 你真的比吃飯更難受 容易滲傷 通常茶餐廳比較容易滲傷 你滲傷不要緊 只要滲傷腰骨 你滲在桶裡面 永不翻身 你滲多少滲多少 你真是永不翻身 真是勢不低頭 但我覺得茶餐廳是一個功德 在香港 大家有三級 沒有公廁 就去茶餐廳 我很少 我經常都是這樣 你開小的就可以了 開大 大就不要 大就隱隱找酒店 開大就真的不行 小的你就去茶餐廳 這個禮拜先壓住這麼多 有準備 不要說沒有準備 我們有在維基找資料 維基找資料 我唯一知道這個節目 我吃了整個禮拜茶餐廳 其實茶餐廳還有很多東西說 只有茶餐廳的早餐 多的 可以再說 只有早餐 早餐我們都沒有說 很有研究 現在茶餐廳的早餐 真是中西義、法日、土耳其、印度 全部都齊 這個就是香港 應該是這樣的 為什麼有咖哩 因為以前很多人都做警察 因為現在我發現茶餐廳有蘿蔔糕 蘿蔔糕有蘿蔔糕 點心 我們下次跟Kinky說 有些點心專門店 可以 有很多點心專門店 其實現在很多掛羊頭賣狗肉的 狗…不是 的狗店 的狗… 的狗店 的點心專門店 可以找天跟Kinky聊一聊 我們下個禮拜 兩個多小時 下個禮拜就看看說些什麼 超標 因為天口慶 想大家聽說有些太冷的東西 不要緊 最後 我們沒有補充 小心中暑 因為仍然會很熱 真的很熱 昨天36度多 昨天全香港最熱 多熱 今天也差不多 今天也差不多 昨天真的熱 夠了 我又說 有一點心 什麼叫做36度呢 什麼呀 36度是隻股票 361度 361度 漂亮 人體的正常體溫就是36度多 如果天氣到36度 在樓上的話 即是說 你的人不動 你都自動排汗 在科學上 是的 你都自動排汗 各位網友就準備點水 有空就喝一下 又或者如果你沒有水 有條女 就掛點水 是的 喝就設計 在這麽大天時 不要急著喝水 一樣會中暑 是的 如果你可以的話 在最熱的時候 做一杯熱茶 那就真的沒得受不了 熱茶真的解暑 夠了 可以呀 你試試煮熱檸檬茶 酒甜 擺到人家就不想走 不煩 這裡我冷氣都很涼 最後送一首歌給大家 阿龍大夜長夢多 拜拜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望天空隧道光 只可感觉到魔鬼的童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望天空隧道光 只可感觉到魔鬼的童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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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